一爱人间男子死后捐左手 曾经我以为使用双手弹琴、打字、抱孩子 是件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 直到我听到这个真实故事 住在台中的阿俊 15岁那年为了填补佳绩 打工出了意外 左手前肢没了 原本以为一辈子就只能抱着这残缺 生活下去 没想到30年后 一名36岁男子的死亡 竟成了他的希望 因为这名男子捐出了他的双眼、左手 甚至骨头和皮肤 其中左手给了阿俊 高雄长庚医院花了11小时动手术 让那男子的手从此成了阿俊的左手 而阿俊为了习惯心左手 每天每天不停地勤奋附件 再苦都不放弃 三个月过去 他终于能握着杯子 也能和正常人一样骑着车兜风 对阿俊来说 这时而复得的左手更显得珍贵 因为这不但让他重生 找到人生希望 也让他的父母终于能放下那份 深藏在心底的愧疚 我想这不只是因为阿俊幸运 更因为有这名遗爱人间的好人 让有缺憾的人都完美了 动新闻综合报道 阿俊幸运 阿俊幸运